好了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再做行为模式分析 有听过大数据分析什么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而且还是动态的哦 动态 我真的希望说你们回去的时候 真的如果有机会把你们走路上的资料 如果连续型的资料够多 例如说日期 日期 如果你只能拿到年的资料 那你要拿到够多年的资料 例如说50年的资料 所得税申报一年是不是只有申报一次 对不对 这个你就要拿到50年的所得税申报 你再去看它的趋势 那如果那个公司 公司每个月 每个月不是都要申报那个 申报营业税吗 那就不是一年哦 那就每个月是不是都会有 那我们这个资料会更好去看大数据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去看说 我们这个资料里面的动态行为模式 什么叫动态行为模式 为了我上课方便我举纸类别 公司是不是有组类别 纸类别产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纸类别 纸类别 纸类别总共几种 我们算一下好了 点一圈卡片 然后 纸类别 然后请把这个 栏位 栏位改成什么 技术 相议的技术 所以我们总共有17个 17个纸类别 这算法跟刚刚客户的算法是不是一样 17个 有算出来吗 有算出来吗 好 来继续 就算你不知道17个也无所谓 等一下我走过去你再问我 我们来继续画了 这17个 这17个就好像说 我们班上有17个学生 然后他小考是不是考很多次 你会不会希望说知道 每一次他的表现 这样了解吗 我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只有看 某一个时间点 例如说期末考 对不对 或者是他考最低分的那一次 这都是不公平的看资料 所以呢 干脆我们就来看行为模式 如何用行为模式来做管理 好 首先首先游标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想要去看 子类别 子类别 他的一个散布关系 他的一个关系 各子类别 是不是有17个子类别 他的销售利润的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用散布图 散布图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是不是要有子类别 所以请先勾子类别 这边这个子类别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这是17种 17个 然后接下来请先勾销售额 你不想要会不会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你都先勾销售额 因为通常我们利润 老板在意的是利润 利润高低 我们会画出那条零这条线 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可以吗 好 来去做上下 上下的说明 胜过于销售额的左右分析 真的 利润上下 直接告诉老板 这个是零 这是一条线 是零 零以下就是没有利润 这是老板最关心的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 再勾利润 请问你有没有觉得 这17个点 稀不希望它是17个不同的颜色 当然希望 因为我们是17种不同的东西 17种不同的东西 怎么样去呈现 怎么样去呈现17种不同的东西 就要用涂粒了 涂粒 请把那个详细资料搬到涂粒 你就会看到17个颜色 麻烦请各位 有没有看到子类别 请把子类别 拖曳到涂粒 是不是就变成17个颜色了 涂粒 涂粒 不想要各位能不能理解涂粒 涂粒它其实就是那个群组 群组 你现在把它变成说 一个子类别 就一个群组 好 请问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原点太小了 还有你需不需要呈现那个标签 你游标移过去 你会发现有看到什么 书架 可是我们有稍微希望这个原点稍微大一点 因为等一下这原点会跑来跑去 我要教你动态散布图 动态散布图 而且去看行为模式 所以呢 请点这个格式 格式 首先资料标签 类别标签请开启 类别标签 类别标签请打开 你是不是就用圆点大一点 圆点大一点是不是在图案里面 对吧 刚刚我们有讲过圆点 刚刚我讲过线条出细 可以吗 图案里面有大小 这都是格式 格式你不做无所谓 只要你看得好就可以了 好了请点回去刚刚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蓝位 可以吗 我只是为了等一下我方便讲解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这个蓝位下面有一个叫播放轴 有没有看到 播放轴 请问播放轴 播放轴是不是要放一个连续性的资料 请问播放是不是连续的概念 例如说第一个影格 跑到第二个影格 跑到第三个影格 跑到第四个影格 这是不是要放一个连续性的资料放进去 你的连续性资料只有什么 订单日期 所以我们把订单日期 翻到播放轴 拖曳哦 请用拖曳 翻到播放轴 稍微等一下 然后接下来 他这边注目会呈现这个2016年12月30号 对不对 请把它不要视为订单日期 而是要日期阶层 可以吗 播放轴里面订单日期 一定要改成日期阶层 那就是因为你这边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有纸类别 图里面也有纸类别 桌子非常的糟糕 对不对 好 请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现在没办法帮你画 趋势线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已经把它改成动态 动态 好 可是你应该知道 这边其实应该有一条趋势线 这边应该有一条趋势线 然后 这个叫收纳句 收纳句 在这条趋势线之上 对吧 代表 它是获利高 请问是销售还是利润 是销售表现好还是利润表现好 利润好的产品 请问桌子呢 桌子是利润差的产品 请问你觉得老板要淘汰掉 测掉生产线 他会先测掉 收纳句还是桌子 桌子 如果你不告诉他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只能用经验 对不对 我只是说 我觉得这些应该把它 直接改成这种 这种视觉化 是不是比较容易让主管看得懂 你们说是不是 真的 真的会希望你们 想办法把它变成视觉化爆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动态图去播放 我们只希望往右上跑的 对不对 往右上跑都是好的 往右上跑的都是好的 可是就是会有例外的 什么叫例外 我跟你讲 在这条趋势线外的 这样知道吗 尤其是 这一个 好 我们先看表现最好的 是不是这一个 书架是不是我们公司表现 最好的一个子类别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四个原点 你只要点这个书架 是不是可以看到它的行为模式 这个行为模式告诉我们 这个书架 这个产品 这个子类别 表现好不好 好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直都是往右上跑 只是 只是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两个点的距离太近了 近代表什么意思 近代表说 那个销售虽然有一点微幅成长 利润也有微幅成长 只有微幅成长 可以了解吗 好 不像这个地方 这边成长是不是很多的 所以针对这项产品 其实我们要去关心一下 说2014到2015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这个产品 收纳制 你有没有看到 2013在这边 2014是不是往右下跑 往右下跑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利润下降 才会往右下跑 对不对 往下 往右下 往左下 都是代表什么 利润 在下降中 这样了解 好 可是 它虽然往下降一点 但还在趋势线之上 对不对 所以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好 因为你要知道 有时候可能 可能是一个世界 我不是要讲那一块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在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这边我就会讲说 它仍在趋势线之上 所以 不用去刻意的介入 去做管理政策的调整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的两年 2014到2015 是不是往右上跑 而且 它的邪率 会比这条邪率 来得 大 你们知道 危机分在念的是什么 就在讲 就在讲邪率 可以了解吗 那个 那个邪率的重要性 是很大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邪率越大 代表成长 成长的越多 利润的成长越多 对不对 我们在讲的是利润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希望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打广告 请问 你要做的是收纳剧的广告 还是家具的广告 书架的广告 一号学长 现在我们要你 正确是我的老板 谁决定花多少钱 这是我老板的工作 好 他要决定打广告 你觉得 一号学长 你要打这个广告 收纳剧 还是书架 收纳剧 为什么 因为他利润高 有听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销售 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策 不过我要再告诉你 另外还有一种经济的政策 南海政策 红海政策 很多种海 反正就是会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用法 可以了解吗 可是我们刚刚讲是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打广告 这是我们公司的明星常例 因为他利润最高 继续 请问这个桌子 你看吧 首先在2013年的时候 它是不是已经在趋势线之下了 要不要管理 要啊 如果2013年发现了这件事 你就管理它 例如说我就停止卖 我会不会有2016年这件事 但很有可能 2016年把它当作是垃圾卖掉 可以理解吗 所以它整个利润 整个完全是下降的 好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 Ctrl键 你看一下 就是你关心的几个 各个类别的产品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好 我还想要请你们再去观看几件事 因为在这条斜线 在这条趋势线 这边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需要管理的 这两个 一个是什么 器具 一个是什么 影印机 有看到吗 尤其是 影印机 2015到2016 2016年是不是大幅下降 利润大幅下降 销售没有什么改变 销售没有什么改变 这样 可不可以理解 现在说这件事情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 关切的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数据的一个报告者 我就会告诉老板说 影印机这个产品的利润 2015到2016 严重下滑 可以了解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事 其他的都不用再告诉老板 因为他都在这条线上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两个 是因为他已经慢慢的往下 离开这条线 你看 这一个点 是不是还在这条线上 这已经是平平的往右下一点点了 有看到吗 但是他又拉回来了 可是到了第四年 他是直线下降 代表这个产品 是值得我们来去关切 为什么 一下好 一下停 就是没有利润 然后一下又好 然后甚至一下利润又下降 那像这个也是 其他你就不用再报告给老板听了 因为这是用动态行为模式告诉老板说 这边这张图代表意思是什么 请问一下他的问题点是发生在哪一年 这个叫做器具是不是 器具他的问题点发生在哪一年 2015 他往右下跑 跑太多了 可以吗 那你会说 2013到2014是不是往左上跑 跑不好 往左上跑OK啊 往左上跑 相受减少 但是利润增加 回到这条线上 很好啊 最不好是这一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你看 基于 管理 所以他这边 才会上升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有管理跟没管理 真的会有差别